我覺得我這個顏色很漂亮 很有氣質 自己說 你好 我是MIRROR 又是這個熟悉的鴨勾亭站 每次來這裡其實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我要整頭 因為我的布甸已經長了很多出來 染頭髮前通常我都是 不會洗頭的 雜邊不一定是沒有洗頭 但是沒有洗頭的就一定會雜邊 或者是會戴帽子 為什麼不要洗頭呢 其實這個算是常識 因為你頭要分給一些頭油 才可以保護你的頭皮 你染髮的時候才不會傷你的頭皮 所以夏天其實有點辛苦 其實我也有點擔心 如果一會兒染髮髮色比較特別的話 我又要不可以洗頭 其實我現在還沒決定去染什麼顏色 我打算問髮型師 看看近期流行的是什麼顏色 這裡又開了一間老虎堂 一直直走 就是這一棟了 但不是這個正棟 這個叫這樣 很漂亮 我剛剛有說話 我剛剛有說話 今天就和我一起見到 今天就和我一樣 我剛剛沒有認識 在那裡 我已經認識 你認識 我認識 你認識 我認識 你認識 我今天就和你認識 我認識 你認識 你認識 但現在已經 4月 所以 這個程度是不太長的 結果跟職員討論了之後 決定檢驗一個 算是正確的 但是因為我本身是漂了頭髮 所以我也不知道出來會有什麼效果 但是這次就不會再漂濕 因為我頭髮實在是太傷的關係 但是等一下怎樣幫我做 上次幫我做的兩位都在 因為我還沒吃飯 所以我買了一個機器 因為我之前漂的頭髮關係 下面的比較淺 所以現在就分兩部分去上吃 現在先上了這裡 所以其實漂的頭髮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就是要這樣去處理 所以這個時候也很看髮型師的功力 是夠不夠 因為手去不慎的話 一分鐘你的頭髮就會出現 有些色差的了 其實我也出現過幾次 我也不知道我的頭髮太奇怪還是什麼 我自己也很喜歡 偶爾就自己去驗一下 不過雖然我可能沒有這樣做這件事了 我近期都是交給專業的朋友去教 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想法 那你會有嗎? 那你會有嗎? 那你會有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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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有什麼樣子 那我覺得不介意嗎? 那你不介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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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有什麼樣子 除了的筵白痴 還有很多東西吃 這是蜜蜂味的Ice Tea 還有一些朱古力和餅 2019年? 或是最近很激烈的色是什么? 你也讨厌了 你也讨厌了 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 还是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 最近很激烈的? 现在已经结束了 夏天呢? 你也讨厌了很多 那么有点越想要做很多 COLAR跟我们的春花 是我要做做的吗? 我希望做的多个感觉 又做得面了 因为我们会做的 因为我们也是不同意 COLAR用的 COLAR配件 الا 是 雪橘色 是 白色 我用烤症去做 而且 皮膚预防 使用很容易 使用 色彩更好 所以 色彩更好 普通 美女人 色彩更好 色彩更好 用 美女人 色彩更好 做很多的治療 很多 完成了 就是染了這個深啡色 它是ash brown 但它是有一點點大紅的 你會看到我頭頂剛剛新生出來的部分是比較紅一點 但因為我之前漂過 然後又上過很多次色的下面這一部分 就是沒有那麼紅的 但是是多些ash的感覺 幾天之後顏色又會不同 所以我覺得染化的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就算你本身沒有漂過頭髮 染髮就是每天會脫掉的 如果再加上你是漂過頭髮的話 那個轉變真的完全估計不到 所以一直以來每一個髮色的時期 都有人問我 Mever究竟你是染什麼髮色的呢? 但真的非常好 我是完全不懂得回答大家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是染了一個色 然後它就在那裡脫出一個 可能大家都覺得很漂亮的色 所以基本上我的所有髮色都是脫掉的 其實我都很久沒有染一些ash的顏色 因為我上兩次都是這樣染深啡的 所以這次雖然這個也是深啡 但其實它會帶一點輕盈感 整個人的沉悶感 那個重的感覺會減少很多 對,還有其實呢 其實呢,髮型師說 是想幫我做一整個head treatment 但剛剛洗頭的時候呢 我發現我的顏色 我的染髮劑 都脫掉得很厲害 所以呢,髮型師不建議我再塗多一次 因為你染完頭髮之後呢 你越過水過得越多次呢 你的顏色就會越脫得越快 他可能怕我再脫掉的話呢 頭髮的顏色會不平均 我問他說最快可以什麼時候 他說大概三、四天左右 所以我可能過多三、四天 又要再過來做treatment 過來做treatment 我的頭髮實在太傷了 現在要做這個treatment 本來上次來的時候呢 髮型師還想幫我下次做一個淺色的頭髮 但剛才她摸摸的髮膏 唉,下次也問不到 她還是先養我的頭髮 本來上次上的顏色 我不是說會有點偏紅的 但因為我從頭髮太傷太傷的關係 所以其實脫得很快 所以現在已經比起上次染的時候 已經脫掉了那麼少 但其實中間其實搞了幾天 我又沒什麼洗過頭 其實也是這樣 那有些水蒸氣 臉一定要出油 果然做完treatment是不同很多 現在呢 她是可以這樣 將頭髮整直 但其實我過往那個幾月呢 因為頭髮開始是 已經是不受控制 所以我完全不能直頭髮 我只可以卷掉它 但很明顯做完treatment之後 完全順滑了 起死回生 然後說這個treatment 可以維持大概一至兩個星期 所以我覺得 但真的不一樣 可能一個月真的要做一次treatment才行 畢竟我也經常染湯 出來了室外給大家看我的髮色 有沒有不同了呢?應該是有的了 即是漂了這麼多次 摸下去也不算太激 我每次出現頭我都要吸塵 吸光頭髮 每次出頭髮一這樣做的時候 手上會一堆頭髮 所以都頗恐怖 近來非常紅的女團Mamamoo 四位團員的髮型都是經我髮型師手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過來這間Uli 這間美容室裡弄髮型 通常都要預約 因為通常這些會幫藝術去弄髮型師 都不會經常鑄牆 所以最好是打個電話來 先預約 他們應該是沒有人懂中文的 因為他們這間裏身上不久 不懂韓文的朋友 可能就要帶懂韓文的朋友過來 其實話說我很久都好像沒有驗過很誇張的顏色 除了金色之外 我試過粉紅藍紫的前提之下 我就覺得啡金代來說不是一個誇張的顏色 但剛才因為跟髮型師討論 2019年流行什麼顏色的時候 發了興奮紅色 然後他又問我 我會不會想再挑戰一下 鮮明一點的顏色 然後他說他下次幫我驗 因為久違了兩年還是久違了三年 然後再次迎接色彩繽紛的頭 非常期待下一次的驗頭髮 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說大家想我染什麼顏色的頭髮 然後可能就會染大家說的那個顏色 好了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記得幫我按讚我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acebook的話 就可以直接下載動向 記得按鈴鐺 按鈴鐺小鈴鐺 就不妨再做一個新影片 我們下集這裡再見 多謝大家的失體 Bye Bye